小粉红化身抗日英雄 为了一张禁止中国人入内的标语 接力踢馆这家位于东京的中华料理店 为了不影响顾客用餐杜绝骚扰 日本老板使出新招 改天港独标语 席维尼海报等 阻吓小粉红 幽默反制原来是听了台湾人的建议 原来有台湾网友发文表示 中国网红来闹图的就是流量 比起赶出去或者报警 更有效的方法是在店里贴满中国禁语纸条 因为一旦敏感词或图像入境 可是会遭中方当局检举 没想到消息一出 在日本两天就有三万多次转发 八万多人按赞 老板也看到了 选用杭州亚运的这张照片 要让找麻烦的人知难而退 碰到正在为我们战斗的同胞们 世界闹得飞飞扬扬 连日本前议员都现身力挺业者 表示餐厅因为涌入 讲中文的骚扰来电 连电话都无法使用 更说已经成立帮老板加油的应援团 以保护人身安全 不少网友也涌入留言 有人说绝对不能输 若到附近一定去店里消费 还有人建议不如在店内播放 六四天安门的歌曲 和客人们大合唱 部分日人为了挺老板 特地前往捧场 YouTuber也现身支持 起朝一出马上奏效 第一位出征的中国网红 由于最新影片拍到剑语海报 在抖音微博被检举下架 再犯就会被封锁账号 有日本网友有样学样 在小粉红影片中 加上唱随习近平等标语 以魔法对付魔法 制衡粉红不理心 中国人不乐事 但中国人绝对不会怕事 三里新闻 德志玉报道